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星母离》 说到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你可能会想到山脉森林或海岛 但当你看过世界上最大的镜子 也许你会觉得这才是最美丽 最令人震撼的自然景观 这是位于玻利维亚的天空之境 吴尤尼岩湖 其面积是查卡岩湖的70倍 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岩湖 在广袤无垠的一整片洁白之中 天和地几乎融为一体 如此空灵的景象 又如走进了梦幻天堂 吴尤尼岩湖不仅仅拥有绝美景色 同时还有世界上最多的锂元素 另外这里也是世界上最平整的地方 平整到都可以校准卫星雷达 又光又平的无线效果 使得吴尤尼岩湖成为摄影师的梦幻拍摄地 因为地平线的缺失 很多错觉照片由此而生 比如用玩具恐龙来展示史前场景 或者从巨大的食品罐中爬出来 还可以大人小人交错对话等等等等 拍摄这样的照片关键在于 将摄像机贴近地面并靠近道具 道具和主题之间的距离也不要太远 除了拍照 还有游客来到这里骑自行车旅行 如果开启摩托车更可以随心所欲 独特的滑翔伞也是不错的体验 世界各国的游客也似乎把这里当成了南半球的运动天堂 乌尤尼岩湖有着视觉效果完全不同的两个季节 旱季气温在零度以下 岩湖中遍布着干燥的几何图形 游客可以驾车到达雨季无法到达的地方 雨季气温在15-27度 岩湖会变成一个令人惊叹的景面 但12月和1月不建议前往 一般6月到8月是这里的旅游高峰期 除了玻利维亚本土 从智利和阿根廷都可以参团前往乌尤尼岩湖 在天空之境附近还有很多值得一游的景观 最后提醒大家 乌尤尼岩湖的海拔在3653米 比拉萨还要高100多米请留意高返 布列维亚现在几乎可以落地前 但要注意要接种黄热冰疫苗才能进入该国 这面世界上最大的镜子你想去照一照吗 多谢观看